有这样一个人,他代表了全世界对东方男人的幻想 他是末代皇帝中高傲的皇帝溥仪 也是蝴蝶圈里唯美的京剧名领 他是亚洲第一美男 也是香港街头的一名奇英 刻苦地孤独相伴他一生 他就是华人之光,尊龙 在影视圈中提到令世界骄傲的华人巨星 几乎所有人第一印象都会想到李小龙与成龙 却忘记了一个拥有众多头衔,傲视影坛的人 尊龙是继李小龙之后 第二个走向世界的华人巨星 那时候成龙还没有出现 1952年10月,在香港的街头 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被装在竹篮中 遗弃在一个破烂的角落 一位身患残疾的女士将他捡走收养 可领养并不是出于好心 当时的香港收养小孩是可以领到补贴的 养母孤含性格古怪 时不时就因为一点小事对尊龙打骂 在他十岁时,养母看他长相不错 让他拜金巨刀马蛋粉菊花女士为师 学艺的艰辛远远超过尊龙的承受能力 逃走好几次,都被师父抓到痛打一顿 那时候的他连名字都没有 西班里的人都叫他小周尼 在剧团里尊龙经常被同学们欺负 有一次被打成重伤,也没钱看病 就找了一位裁缝来给他缝了八针 他一直记着这个数字 生生地缝下去 尊龙的童年时光可以说全是 排挤,辱骂,殴打,压抑与痛苦 也为尊龙充满一生的孤独,埋下了种子 即使日后成名,收获无数赞誉 却也无人能分享 不和外界妥协不被富贵迷眼 做自己有多难 剧团毕业后的尊龙并不想成为一名武师 为此他甚至拒绝邵氏公司的十年合约 也许是上天可怜这个身世悲惨的孩子 在他17岁那年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一对美国夫妇很看好尊龙 决定资助他去美国发展 在美国为了生活费他什么都干过 一直要当演员的他 最终考上了美国戏剧艺术学院 在24岁的时候 他接到了第一个荧幕角色 在《金刚》中出演一个龙套角色 即使仅仅出演一分钟 还是让许多导演对这个华裔演员 偷来欣赏的目光 他也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 曾经提携刘玉玲晨中 进入好莱坞的经纪人黄玉美 在他的协助下 尊龙首次出演好莱坞的主角 在《冰人四万年》中 出演一个原始人 即使剧中一句台词都没有 但也让尊龙在好莱坞大获知名度 1985年他接拍的《龙年》 饰演黑帮老大纪念好莱坞 凭借该片让他获得全球最佳男配角奖 美国媒体评价他是 有史以来最帅的黑老大 尊龙从此开启了他的演艺巅峰 1987年由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 在尊龙穿上戏服的那一刻 导演贝托鲁奇大赞惊为天人 他也将一个末代皇帝的无助无力无望 演绎得悲凉入骨 此部影片第一次让西方世界 为这一个东方面孔而倾倒 尊龙也提名最佳男主角《怼生海内外》 也因此被评为50个最美人物之一 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 他是亚洲最美演员 那个时候林青霞王祖贤 都是他的迷妹 影迷无数 女人们爱追随他 但他的灵魂深处 依然是空的凉的狼藉的 如同一个繁华的废墟 即使大放异彩 但尊龙并不留念于好莱坞的辉煌 独自飘扬过海 身处异国他乡 家乡的思念让他想到归国之旅 但这条路却让他失去了 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 他是一代角色 也是一代明灵 却落得孤独收场 1992年《霸王别姬》的选角 最初的定选不是张国荣 而是尊龙 某种程度上 尊龙与成蝶衣 有着同样的敏感与孤独 因他是弃英 加上幼时也在京剧班长大 被打被虐被凌辱 吃过成蝶衣的苦 走过成蝶衣的路 流过成蝶衣的泪 尊龙的喜福悲喜 与成蝶衣几乎一模一样 他就是活着的成蝶衣 成蝶衣就是戏里的尊龙 但是因为传言尊龙在签约合同时 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也就是著名的空运狗事件 尊龙并没有理会这些谣言 也从未辟谣过 可他最终还是错失了成蝶衣 而同样孤独的哥哥张国荣 则因成蝶衣大获成功 成为一大人心中的 那个不风魔不成活的成蝶衣 也许是对成蝶衣还有执念 几乎同一时间 他揭拍了蝴蝶军 饰演雌雄莫变的京剧名领宋丽玲 虽然好评如潮 却不像霸王别姬那般耀眼 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国内拍摄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得到国人的认可 在十年中拍摄了许多部电影 口碑却再也没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他也成为了娱乐圈的末代皇帝 在60岁那年尊龙决定告别演绎 从此不再演戏 他没有来处也没有归途 如今67岁的他 至今孤独一人无儿无女 爱狗相伴他旅居加拿大 任领两棵千年老树 换他们祖父祖母 他是一个生来孤独的人 跟世俗总是格格不入 正如他名字中的洛恩一样 注定了他一生的底色 灿烂而又孤独